文件在2001年年初 就市民对纪律部队的印象进行调查 重温当年市民对纪律部队的看法 文件上个月用电话访问了600名市民 结果发现纪律部队当中 有近半受访者表示对警队的印象最差 其次就是入警署职员和懲教署的人员 而对消防员印象就最好 表示对警队印象最差的人当中 有三成人主要是不满意警员的道德操守 批评他们对市民态度恶劣价也有三成 文件联说近年警队负面新闻多多 严重影响形象 警队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如果当他负债或者借钱问大尔洞 这个是严重影响他的纪律的问题 不过也有市民说负面新闻 未有影响他们对警队的形象 没有影响的因为树大有枯枝 这个是每一个地方都有的问题 而在他们全体的表现 我想大家都认同 文件联建议政府加强指引 进一步规管纪律部队人员的纪律问题 而一些和市民有较多接触的部门 好像是警队和入境处在执行职务的时候 也应该留意态度的问题